07年,年仅6岁的小康尼参加了英国选秀节目《英国达人》。 可爱的模样加上毫不怯场的完美演唱让她一夜成名。 如今两年过去了,小康尼也即将发行自己的第三张传辑。 两年的时间过去了,当八岁的小康尼又插起了那首《在彩虹之上》依旧是那么可爱自然。 当时,她正是凭借这首歌,一下子就打动了在场的所有观众和三位评委,一路杀进决散。 比赛结束之后,小康尼迅速与唱片公司签约,出版了两张个人专辑,并且都取得了不错的销售成绩。 如今,小康尼又即将推出自己的第三张专辑了。 这张专辑即将于11月30号正式发行。 在新专辑里,小康尼的演唱更加自信可爱,相信一定会赢得更多歌迷的青睐。